黄大仙东头二村发生误杀案 一名59岁退休人士 一二十九日在村内便利店饮酒 其间同行的朋友与一五十八岁男子发生争执 对方一言不合即场call吗 叫儿子多人到场讲述 事主为旧朋友心切 企图上前劝 起料被人推跌 后脑注地 全无反应 送往医院抢 后 言至今日三十一日凌晨不至 警方经调查后 居不一 父子分别涉嫌普通袭击及误杀 警方稍后将安为死者进行验尸 以确定其死因 消息指 死者姓五十九岁 未退休人士 居于横头看村 他不时与六十一岁姓刘 朋友及其他居民在村内的便利店打盹饮酒吹 而五十八岁暴冲垃圾车司机的姓张南子则与刘南诉 积怨 二人更于去年九月因打架而被捕 事件发生 周一二十九日傍晚六十许 陈南与姓刘的朋友在望东楼下便利店对开的花槽饮酒吹水 期间刘南发现 南在附近 但一直未有靠近 直到陈南二人准备 开始张南突然致电与儿子要求他带多人到场 竖 张南的三十三岁儿子组两人到场 并将刘南包围 指 他曾在去年九月瞎取老豆 双方随即发生口角 混 兼张南的儿子抓住刘南的衬衫 陈南为旧朋友 妾 企图上前劝阻 起料被张南的儿子用双手推 令他后脑注地 陈南当时失去知觉 陷入昏迷 而更流血 而张氏父子则逃之夭夭 救护员道场江南送往伊丽莎博医院治理 为延至今日三十一日凌晨一 四十五分被证实死亡 而刘南则受轻伤 拒绝送院治理 方经调查后 当日拘捕张南涉嫌袭击 以及今日捕一名三十三岁男子 涉嫌误杀 张南已获准保释后查 于 二月中旬向警方报道 其儿子宪政被扣留掉 黄大仙警区返三合会行动组证 积极调查案件 方不排除 稍后有更多人被捕 任何人如目击案 或有资料提供 请致电3661-6158与调查人员联络 导申诉王推出全新项目区区有申诉 并增设我赞取栏目 现成要市民投稿赞扬身边好人好事 见更有爱社区 立即我要赞取星岛头条APP经已推 最新版本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